欢迎来到我们的留学生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面临的住房危机 许多学生在高昂的私人住房很不适合居住的租赁之间苦苦挣扎 随着疫情后移民潮的涌入,这一问题越发严重,让许多学生感到无助 接下来,我们将把目光转向英国,最近由于新税收政策的影响 许多国际家庭选择撤离英国的私立学校,造成了教育行业的资金危机 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学校的运营,还可能损害英国作为教育目的地的声誉 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The Glenlivet酒厂为庆祝200周年而推出的限量版55年单一麦芽威士忌 这款珍惜威士忌不仅拥有复杂的风味,还将吸引年轻消费者的注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面临着高昂的私人住房和不可居住租赁之间的困境 来自印度的Raj在2022年初到达澳大利亚,开始了他的商业硕士学位 他回忆起初到时的困难,作为没有当地租房历史和工作的学生 找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最终在阿德莱德的一个合租房里找到了一间房 但居住环境非常拥挤,甚至有一家三口住在车库里 随着房东将新房间出租给多人 Raj觉得这样的生活条件非常不可居住,最终选择搬走 随着国际学生在租赁市场中的比例逐渐上升 他们成为了澳大利亚住房危机的一个重要话题 许多大学呼吁建设更多的学生宿舍来解决这一问题 电讯报则报道了英国私立学校面临的资金危机 国际家庭因劳工党对教育征收增值税而纷纷离开英国 2024年上半年,申请在英国私立学校就读的签证数量下降了近25% 教育代理商警告称,国际学生的需求显著下降 可能导致私立学校损失高达5000万英镑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前往欧洲和美国等国家的学校 英国的私立学校声誉受到严重打击 英国独立学校理事会曾估算 国际学生为其学校贡献了21英镑的收入 然而如今的增值税政策却让许多家庭重新考虑他们的选择 南华早报则关注到 苏格兰的格伦利威特酒厂为庆祝其200周年 推出了一款罕见的55年单一麦芽威士忌 这款名为永恒系列的酒锦生产了100瓶 其中两瓶将在香港出售 酒的口感复杂 带有秋季水果、塞维利亚橙、黑加仑果酱和柑橘的香气 尾韵则是肉桂和肉豆蔻的温暖味道 尽管年轻人的饮酒习惯正在变化 但格伦利威特的市场总监认为 年轻消费者仍然追求高质量的饮品 并对品牌的历史和故事充满热情 此次发布的55年 威士忌定价为5万欧元 约5.4万美元 并与香港政府计划取消 对进口烈酒的100%税收的消息相吻合 这意味着这些珍贵的酒瓶将以更实惠的价格面试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悉尼的岩石钓鱼安全课程 专门针对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社区 尤其是在国际学生的悲剧性死亡事件后 10年前 扎坑钦的朋友在邦迪海滩的岩石钓鱼中遇难 至今令他心痛不已 为了保障家人的安全 他参加了在库尔内尔举行的安全演示 课程强调了佩戴救生衣的重要性 最近两名来自尼泊尔的国际学生 在同一地点因为佩戴救生衣而不幸遇难 这引发了对多元文化社区的安全教育需求 课程由多家组织联合举办 旨在提高对岩石钓鱼风险的认识 并呼吁更多人参与安全培训 在另一个报道中 澳大利亚的大学面临着由于国际学生配额限制 而导致的重大裁员威胁 预计将有超过1000名员工失去工作 尤其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 预计将出现超过2亿澳元的赤字 ANU校长Genevieve Bell警告称 大学的财务状况严峻 必须削减运营成本 其中大部分将通过财源和减薪来实现 与此同时 其他大学也在面临类似的财务压力 部分学校已经宣布财源计划 尽管国际学生收入的减少 将对大学的运营产生负面影响 但一些分析师认为 大学仍有能力应对这一危机 前提是能够有效控制开支 南华早报的文章提到 香港政府计划打造在香港学习品牌 以吸引更多国际学生 尤其是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 尽管香港的大学在全球排名中表现良好 但吸引国际学生的竞争依然激烈 尤其是面对美国和欧洲的教育中心 为此香港的大学需要在教学上进行重大调整 可能需要引入普通话作为授课语言 以适应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需求 这样的转变将面临挑战 但如果能够成功实施 将为香港的高等教育带来新的机遇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联邦资源部长梅德林金本州飞往日本 强调澳大利亚将继续成为 日本可靠的液化天然气 铁矿石和煤炭供应商 这些资源在2022至2023年 为澳大利亚创造了990亿澳元的收入 尽管它的承诺在澳大利亚媒体上 并未引起轰动 但在预计未来十年日本能源需求急剧上升的背景下 这些承诺在日本却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澳大利亚国会当前的做法令人困惑 尤其是对教育部门施加限制 似乎在自我破坏经济增长 政府因应疫情后 移民人数上升 而选择限制大学招收外国学生 尽管这将对教育出口造成严重影响 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下滑 各州尤其是劳动党执政的州 对联邦政府的反增长政策感到愤怒 教育出口对这些州的经济至关重要 大学领导人对政府的干预表示担忧 认为这将影响教育质量和大学的自主权 限制外国学生的政策被认为几乎是妄想 无法解决澳大利亚的住房短缺问题 教育政策的复杂性需要更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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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